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美国多地发生多起重大枪击案,死伤多人。 4月8日周四,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玫瑰花园,发表重要讲话,旨在防止枪支暴力。 第一夫人吉尔,副总统哈里斯夫妇,以及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等官员出席。 拜登表示,在这个国家,枪支暴力是一种流行病。 让我再说一遍,在这个国家,枪支暴力是一种流行病,而且是一种国际尴尬。 拜登不仅回顾了近期发生的多起枪击案,也强调,在这个国家,每天有316人被枪击中,每一天有106人死于枪击。 这个国家的旗帜,至今仍在为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枪击案和克罗拉多州、伯尔德枪击案的遇难者降半期。 在这两起事件之间,又发生了850多起枪击事件,导致超过250人丧生,没有至少500人受伤。 这种流行病必须停止。 拜登提出了几项,旨在防止枪支暴力的举措。 当天晚些时间,也签署了一份相关的总统行政令。 就在拜登讲话前一天,4月7日,前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球员菲利克亚当斯,在南卡罗兰纳州小城石山市枪杀5人,重伤1人后,畏罪自杀。 4月8日,当地时间下午2点半,美国德克萨斯州小城布莱恩市突发一起办公室重大枪击案,造成至少1人身亡,4人受到严重枪伤,1人受到轻微枪伤。 目前枪手已经被捕。 拜登公布了几项旨在防止枪支暴力的主要举措,包括立即采取的措施和未来的措施,1、或者所谓的幽灵枪支的扩散。 拜登指出,这些是自制的枪支,通常由套件和组件组合而成。 套件包装中甚至还有包括如何制作枪支的说明。 这些幽灵枪支没有序列好,因此当它们出现在犯罪现场时,就无法追踪它们。 并且,购买者不需要通过背景调查,就可以购买制造枪支的套件和组件。 因此,任何人,从犯罪分子到恐怖分子的任何人,都可以购买这类套件和组件,并在短短30分钟内,就组装好武器。 一、二、在20年前,2000年,美国酒精、烟草和火器管理局发布了一份美国枪支贩运的调查报告。 该报告具有关键价值。 也是当时拜登在国会参议院等场合,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工具,可以防止枪支被非法转移到危险人物的手中。 拜登责承美国司法部大复兴的年度报告,并希望该报告将更好的,帮助政策制定者解决枪支贩运问题。 三、针对手枪稳定支架或枪托等组件,给予足够的重视。 拜登指出,稳定支架或枪托等组件,让手枪变得更加精确,甚至成为一支小型的步枪。 结果,造成手枪更具致命性,甚至合法地变成了短管的步枪。 这正是科罗拉多州超市枪击案中枪手使用的武器。 四、希望看到一项全国性的危险信号法,以激励各州制定自己的相关法律, 即让各州更容易通过极端风险保护法律。 该种法律允许警察或家庭成员向其管辖范围内的法院请愿, 请求暂时将可能拥有的任何武器从危险人群中解除。 因为这些人如果持有枪支,可能是一种公共危险,由法院法官做出裁决。 例如,使用了一刀,但当一刀不够用, 遇到判断判断判断,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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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tates that have red flag laws have seen and see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suicides in their states every single month by the way an average of 53 women are shot and killed by an intimate partner wrote 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it's been a constant struggle to keep it moving we know red flag laws ca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otecting women from domestic violence and we know red flag laws can stop mass shooters before they can act out their violent plans I'm proud excuse the point of personal privilege we used to say in the senate I'm proud that the red flag law on my home state of delaware was named after my son attorney general bo biden our son excuse me joe who proposed that legislation back in 2013. I want to see a national red flag law and legislation to incentivize states to enact their own red flag laws today i aske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 publish a model red flag legislation so states can start crafting their own laws right now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라는 translation If you press the line, please vote for an article 11 at any region I'm going to hear speaker. I'm going to accept the law of defeat I'm going to be one of my antagonistic ięcymann兵器 i'm going to forget